目前当然你看所有出来的数字都是赖清德赢 那其实这个初选时间如果有选 可能总是会决定之后应该会是四月份嘛 那可能目前赖清德是占据上风 但我也真的觉得为什么我们一直觉得很忧心 你看地方基层本来就是觉得如果是蔡赖培 那这一次可能大家在最冷的时候可以互相取暖嘛 那这时候突然赖清德跳出来让我们觉得 那么最冷的时候大家还在互相竞争的 当然有人说这是一个民主机制的一个实践 有 陈北平总统说这是民主常态不是破坏团结 但我想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我看如果初选恐怕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擦出火花的状态 那如果擦出这火花对我们党是好的那最好 但我们就是怕说这火花最后变成野火燎原 那恐怕互相两人之间的信任就再度没有 那党内的团结要怎么再重新把它兜起来 我想这是目前对民进党最大的挑战 那我刚刚其实说这个对比或互比 那其实过去也有做一些策略的一个调整 我倒不觉得赖清德真的过了一个月以后 真的民调还是这么高 因为毕竟大家对于他的正当性 还有这时候出来的这个必要性 当然还是存疑嘛 地方还是觉得说 你就已经可能可以当这个副总统参选人了 你为什么非得要当总统候选人 所以这事必须他要去跟大家解释清楚的 那让大家觉得他的正当性是很明确的 那这时候赖清德出马 才不会变成后续会变成一个不团结的民进党